说到年菜,那绝对不能错过 棕破菜的版斗料理 高雄内门棕破菜阿基斯 他做了40年的版斗外汇 那因为现在社会变迁 年轻人不下厨 阿基斯看准商机,跟进做年菜 他说时代虽然不一样了 但是古早味年菜里 实在的这个配方 就跟做人的精神一样 永远不能变 还徘徊榴莲不懂之所进退 就连一项温暖的高雄冬季 也因为戚风苦雨苦苦扫 但棕破菜阿基斯 吴义雄的厨房温度 丝毫不受到影响 我们的北宝院在家 人家经过就会去看 那是怎么会那么香的呢 接近农历年前不到一个月 大造大锅奔腾得更加热烈 这一锅正在酥炸的是 半桌名菜八宝丸 吉利的名字更适合上宴席桌菜 或是入选年菜菜单 其实就是鸡卷或是Gana的变形 现在做Gana更多厨师 用腐皮当替代品 一举两得便宜又方便 但阿基斯只认可 俗称网沙的猪恒格模 炸出的油脂酥香 更有资格称作古早味 那头包卷这头酥炸 同步进行 阿基斯和伙伴们分秒都不耽搁 但今天忙碌的 并不是婚宴或是神明热闹的 伴桌场 而是为了众多粉丝的家庭 围炉菜提前作业 每年至少要做五千份起跳 在过年前两个月 制作冷冻配送 中间遇到农民立上的好日子 还得停工外出伴桌 怕工作消化不完 阿基斯还不太敢接太多订单 但实在是经不起首课拜托 只得火力全开 替众人的合家团圆 欢乐吉祥 加料加温 这一锅的腿库年菜必备 鲜炸后卤 色香味满盈 外皮脆痰内里滑嫩 纯粹间满意胶质香气 不只有吃腿库 补财库的吉利寄托 更多的需求 是要满足那味蕾 再续前缘的渴望 腿这样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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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如果没洗过 真是金金蜜蜜蜜 好吃 要满温 蓝辰阿绸 三十年经验的老师傅 早已经独当一面 是阿基斯的固定班底和大帮手 没到春节前 工作忙到五村 但他越做越起劲 他整天都没用的 他做这个不是做年菜 他这个往路 整天都有人在求 越好用我就越有精彩 而阿基斯接年菜订单 也不过是这五六年的事情 每年除夕当天 他和伙伴们总是忙着外汇 为别人家的团圆饭 而水深火热 光是半桌前的准备工作 就压缩了睡眠时间 哪有余裕再接年菜订单 只能做一些推不掉的人情预定 外公是知名棕破塞 三不五时就能吃到澎湃丰盛的半桌料理 是吴义雄的儿时记忆滋味 当兵前原本跟着爸爸做工地 民国七十年左右 建筑业景气差强人意 退伍后他看到半桌这一行 美味超值 炉火总是奔驰 于是投入这个领域学习 最经典的佛跳墙 阿基斯遵照传统做法 所有的食材都先油炸 逼出食材本身体 最经典的佛跳墙 阿基斯遵照传统做法 所有的食材都先油炸 逼出食材本身的气味 组合之后加入青菜大骨熬成的汤底 那香气层层叠叠叠 才能让佛祖都忍不住 气馋跳墙而来 蚵子一定要有口 佛跳梁这吃就是吃蚵香 汁的都更紧张 做出来的汤口就没有 开口才没有好 所以做这吃要有心 用心在做 才会做出好料理 半桌四十年 平均一年要半上万桌宴席 总合起来超过四十万桌 好名声跟着口碑冲天 民国八十年代 阿基斯手底主厨五哥 曾经同一天十四场 同时点火冲刺 电影《棕破塞》的首映会宴席 请他出马搞定各路美食家 刀主人生端出的记录很多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2000年阿扁选总统时 办募款餐会 2500桌就是拜托阿基斯 负责统筹 做起来先说就是烂楼 你最怕是烂楼做不出来 你做得出来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它烂楼 高雄市政府多次邀请阿基斯 出国半桌推动高雄观光 他当然没有一次漏气 而内门农会力推出 初二回娘家吃半桌 要借此响亮 《棕破塞》故乡的名号 每年三百桌起跳 一推出 作息全被秒杀 头一年也是阿基斯打头阵 沸腾出好口碑 你这么多人 你才不愿意来做这个 因为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主食大半辈子 阿基斯历经民国七八十年代 半桌夜的高峰 也见证时代延进 小家庭新奇的观念转变 团圆饭不必大费周章 团圆的意义依旧重要 至于餐饭的部分 更乐于交给专业的来 阿基斯也与时俱进 顺应需求 把各种拿手好料 打包送到家户餐桌上 用美味佳肴替年味增加惊叹号 也在平时半桌的空档加班 做宅配包 让心心念念阿基斯未到的韬客 不用等好日子 随时可以在家吃半桌 他的锅里能满足口腹欲望 也融入人生里的重要形式准则 不管爱甜吃咸饭夫走足 或是世代夫读书人 要受人肯定实实在在这一位 永远不能减省 这些人很注重这些情景 这个关系 所以说今年 决定不必要 因为要让这些人好 不像他们的家人 对啦 以后要再一年后 可以出的 都真的找不到 即便几年前疫情期间 阿基斯的过年也没闲过 但今年准备了千家万户的年夜饭后 他要让自己和员工 也能和家人同步吃年夜饭 体验那难得的年节餐桌仪式感 在为众人的口腹 继续忙碌一整年 你多吃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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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给你做点 好 好嗎